还记得第一次演戏是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演戏是五岁的时候吧 五岁就上场了 是影视剧还是话剧啊 是戏曲舞台剧 真可爱 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戏 它是你知道祝福吧 我知道 那祥林嫂 阿毛 被狼叼走那个 对 被叼走之前 叼走之后就不是这模样了 那是 就成一盘一盘的 这是五岁的时候 挺可爱的 还记得这个词吗 记得这个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你给我们说两句 你给我们听听吧 还说没忘呢 嗯 没事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哦 没忘没忘没忘 能记住两个句就不容易 这很正常 因为包括我们也是有的节目 要有日子不说 乍一想 短两句很正常 对 对 嗯 这个有一好玩的事 想给你核实一下 嗯 小的时候大伙都喜欢苗普 于是就喊着丑八怪 丑八怪 一喊就跑过来特别开心的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认为丑八怪 是一个赞美的词语 是真的吗 对 真的呀 我就觉得丑八怪就是 大人羞于直接的表述 然后用一个反义词 来夸奖一个孩子 这孩子真单纯 对 难道说丑八怪不是夸人的词吗 是吗 你也这么小叫大的吗 现在还有人喊我呢 那是大人羞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哈哈哈哈 他是是美的 哈哈哈 好啦